我一举时冲动 跟他认识三个月就闪婚了 现在我就特别后悔 他给我的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天天就像这些个没用的 都已经结婚了 不好好过日子 总想学人家搞老妈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他却只顾自己的感受 从不考虑我的想法 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很真实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每天自己唱独角戏 从没有过情感交流 这样的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 婚姻生活里的独角戏 谁可以忍受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赵 33岁来自河北工人 女嘉宾小王 23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比人大十岁是吧 是还是不是吗 是 是 闪婚的 对 我俩这三个月就闪回来了 是 够有勇气的 对 你怎么三个月就成你媳妇了 就是有一次他就出去玩 然后我放下工作陪他去了 就结婚了 哎呀 这个架条得多有力量 就平时他工作挺忙的 就是说 有一次 我说你陪我出去玩吧 他说不去 然后就问他 我说你是要工作呢 还是要管他 然后他就放下工作了 其实就是 刚开始的感觉 就是他特别老实 然后就能给我一种安全感 但是就是时间长了 接着下来 当时我就是父母 就特别烦点我们两个 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三个月就结婚 我俩是从微信上认识的 人家父亲的人 他当时给我的男主感觉 就特别好 就是不顾家里边人的反对 就是头脑一热呢 就是一冲动 我就偷拿会不会 给他领了结婚证 哎呦 刚才说了一时冲动是吧 结婚有多久了 我们结婚就有一年了 有孩子了吗 没有 他现在呢 就是说想让我跟他生一个孩子 哦 要生孩子 对 今天谁要来的呢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呢 就是我感觉 我俩现在有太多问题了 他平时就是一个没葫芦 他不跟我沟通 哦 他不说话 对 他不说话 不爱说话 还是不爱跟他说话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哦 这个对你好吗 他原来对我挺好的 但是就是结完会之后呢 就是原来还知道给我做饭 但结完会之后 他就变了 就不一样了 哦 你说说变成什么样了婚后 婚后就是一直都我在照顾他 我每天下班就是也很累 我回来还要跟他做饭 还要跟他洗衣服 就是他从来就没有说帮我要做家务 为啥呀 他比我回来早 然后平常的家务他都是他做 哦 打把手 我回来完很累 所以我是不想那个做家务 那你上一天班你累 那我上一天班我就不累吗 敢以为我就找一个比我大十岁的 他会懂得照顾我 会懂得包容我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 还得你照顾他 对 还得你包容他 哎呀 太委屈了啊 哎呀 wouldn't de